大家好 批评书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国内的秘密传读的一篇文章 有人说是陈毅的儿子 陈小鲁写的 有人说是一个叫刘放的人写 刘放是谁都不知道 有人说是李源潮写的 还有人干脆说是胡尹涛写的 谁写的不重要 文章写的不错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在我看来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就是他的标题很简单 就是习近平这个蠢货 他是怎么就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 他的关键词是三个字 不归路 讲的好啊 你说是吧 习包子这条路真的是不归路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的 共产党的官员 你一看到毛泽东不能活 我跟你说 但是你如果是一条道顺着毛泽东的道路走 你会死无葬身之力 真的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道理 尤其是还在中国 还在体制内混的 没有毛泽东给你加持 你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 你是混不下去的 但是你完全按照毛泽东那条道路搞 你会死无葬身之力 所以你看刘少奇 当年首先喊出毛主毛泽东思想 结果就死无葬身之力 林彪啊 你看那把红宝书举在手上 死无葬身之力 你看过去的这些个年啊 以前就是什么邓尼群啊 这种人也是把毛泽东思想也是顶上的神坛 也是死无葬身之力一辈子 欲语寡欢 没当到大官 然后薄新来 你看他没有 哎呀 昌宏打黑 这个毛泽东那一套 他这心里气势特明白 但是觉得毛泽东成功啊 是不是 毛泽东成功学的典凡啊 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成功学的最高级别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 所以很多个政客他心里气势心里不知道明白啊 毛泽东那条东西绝对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毛泽东那条东西在中国那是女士不爽 在中国共产党体制之下 谁要学毛泽东学的一分的像啊 你就是一牛逼人物 你要学到五分的像 你就是一个皇帝了啊 说这个习近平呢 现在学毛泽东学了五分像 但是还有五分他学不像啊 为什么 因为天使地利人和嘛 他都没有啊 他只能是强行的学习 所以习近平这个人呢 他学毛泽东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这条路叫不归路啊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要讲这个不归路啊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现象啊 绝对是个现象 所以在中国你一定要记住了 你如果想在中国出任头领 你想在中国共产党体制之内 你要当官发财死老婆 没有毛泽东你不能活啊 但是如果你完全照毛泽东的一套稿 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家婆人亡 绝对没错 你看薄熙来就家婆人亡了 是吧 薄熙来的自己在监狱里面 薄熙来的老婆在监狱里面 是吧 因为薄熙来两个儿子 一个在英国 一个在美国回不来 虽然很多人觉得 薄熙来还会东山再起 那这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谁知道呢 是不是家婆人亡 学毛泽东的典范代表 薄熙来刘少奇 教训匿匿在墓 没有一个人好下场 包括毛泽东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你说是吧 习近平这个蠢猪 他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好 我们先做一个铺垫 就稍稍解释一下 他的逻辑是什么 说这个习近平呢 已经走上了一条 离历史潮流而动的 一种不归路 一路狂奔 他说回顾一下 2012年习近平尚未一史 自由之世界 对他的这个看法 曾出现两极的分歧 应该说绝大多数人 对他都不看好 这是主流 但是也有一少部人 对他是看好的 对他是抱有希望的 我本人又属于后者 我还曾经与友人作赌 赌得极小 请吃一顿饭 后来知道 陈一的儿子陈小璐 也曾经与朋友打赌 他也看好这个 那个谁 习近平赌得很大 赌的是一套别墅 他有钱 是红二代 我们心里非常明白 我们并非是彼此赌输赢 赌的是中国的国运 赌的是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这绝非耸人听闻 掌权者对人类命运的走向 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都是有某些个个人谱写的 这垃圾价值观 尤其是极权国家一个独夫能主宰 主宰世界 就可以将亿万森林至于水火之中 比如秦始皇 陈基斯海 希特勒斯大利 毛泽东等等 并非是他们个人有多么大的能量 而是集权体制的结构 性质决定的 就是把一个愚蠢的人 一头猪放在那样的位置 也照样可以祸害天下 而独裁国家越强大 掌握的战争资源越多 对人类就越危险 说我还犯了一个错误 这里我好像就说是陈小璐 不可赌天命 不要猜人心 天机从来不可泄露 而人心破测 更没有逻辑 也没有底线 同样对习近平具以厚望的 还有中国很多个学者 比如新子林 比如原来的赵紫阳的智囊吴家强 还比如这个民运的前辈人物 万如南 还比如这个明镜的主编 这个叫和平 还有纽约时报的 谁谁谁啊 这是什么 哎 很有意思啊 看错眼的人 还不止这些个边缘人物 还有大多数的这个体征的大佬 比如说这个李锐老人家 就曾经不务自质的说 我看错人了啊 说这个习近平进入官场 是到河北省的政地县 当县委书记啊 就是当时的中组部的副部长 李锐亲自敲定的事情啊 他说这个最近这个江蛤蟆啊 这个曾庆红啊 这个胡锦涛啊 这个温家宝这些人啊 肠子都毁心了 知道吧 但都没有想到这个习近平是这么一个人物把一个国家搞成这样啊 他自己走上了不归的方向他拉倒 他关键是把国家也带上了一个不归录不得了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都毁死了啊 说这个习近平出出出道的时候啊 给人的印象是冬猴老实啊 平易近人 嗯 为人低调不张扬 这真是中共老领导们比较放心的人选 结果当然是无意不跌破眼镜 正是印的那句话啊 知人知面呢 是不知心的啊 你看到没有啊 这个东西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也聊过这个事情的啊 这个所以这个文章写的是很真实啊 那个时候习近平上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好的 真的啊 我们都有点的 我在浙江做企业家调查的时候 我跟浙江的忠幸恩后老人家啊 有一个长谈啊 他当时跟我说的话 我记忆犹新啊 他说哎呀 习主席习近平当了国家主席 你放心吧 中国经济还有运动高搜增长 为什么呀 他怎么 他理由是什么 他说习近平在浙江做了多少年的书记 浙江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大省 他说浙江是专门搞民营企业的 他作为浙江省的省委书记 做了中央的总书记 他一定会搞民营企业 只要搞民营企业 中国的经济就高搜增长 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 没想到习近平上来以后根本不搞民营企业 所以很有意思的啊 你看见没有 就是高层 曾庆红 江蛤蟆 胡锦涛 温家宝都误判啊 据说朱镕基都误判啊 都误判 他们这些个误判是什么的 是觉得这个江呢 习近平这个人呢 老实啊 好听 听话 好管 吃喝喝喝喝 没什么大志向 说这个人 把这个权力交在他手上 他过几年 没问题的啊 就像当年的李鹏 你让他当总理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什么 他是个250 是吧 他也不管事 他整天就是听他老婆 他老婆的也就叽叽叽 他有点家总理 他不会对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哎 你还比如说 李鹏虽然搞了这么多年 又是当总理 又是当全国人大委员长的 他唯一的一个 给中国造成巨大灾乱的事情 就是三峡 三峡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想明白 三峡这个东西是个水利工程 李鹏他自己是学水利的 在苏联学的 也就是人呐 人有时候做事情呢 就是恰好就在你自己擅长的领域 你自己觉得自己 我的专业就是他妈的修水利 修水源站的 我就搞一大 搞一大 搞一大动作 然后弄了一三峡 结果就把中国就搞惨了 人他就是这样子的 习近平这个人呢 他四个自信 你知道吗 但是很多人都不是都没意识 由他老实 其实没那么简单 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 结果就就给误判了 连朱镕基都没有意识到 说包子是这么一个人 都由他好控制 你知道吗 他这里呢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哎呀 他说我这个人 怎么会误判这个习包子呢 他说有有有几个原因呢 他说原因之一呢 是我的这个脑瓜子里面 经验主义的套路 自以为能能够把人看透 他说文革的时候 这个 他当时判断 就是冤案最终能频繁 同时判断毛 林彪会落翻 林逼反毛 说这些话在当年是杀头之罪 说这个人当年是这么判断的 这个他说他做了一些功课 他研究了这个习包子生平成长的过程 例如他说2006年 延安电视台对他的专访视频 就基本能看到他的思想的脉诺 以及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理解 比如他的农村地主富隆的了解 对逃犯 摇荒的 要犯的理解 逃荒 逃荒 摇犯的理解 应该说当时看上去还是通人一心的讲情理的 反正讲了很多了 最后他就讲 他说习包子这个人呢 其实你看过去的事情呢 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个样子 他就开始有点蒙圈了 你知道吗 他就不理解了 所以他说习近平走回头路啊 是对这个什么 国家对人民的犯罪 同时也是对他父亲的背叛 可谓不孝不忠啊 是一个坏蛋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他还是没想明白 你知道吗 最后他就琢磨来琢磨 琢磨半天是什么呢 就说是这个权力啊 是春药 你知道吗 是吧 权力是春药 就是这个权力 这个东西啊 把它给诱惑了 也就是说中国这个人 中国这个共产党 这个体制 摊上习近平这么一个败家子 啊 知道吧 完了以后 就是这个权力是春药 把它搞得已经不行了 结果呢 就是搞 带领全中国就做回头路 你想想这个文章吧 前面一段话吧 还行啊 总归他提出了一个 不归路这个东西 它的唯一的价值 在这个地方 但是习近平 为什么会带领 中国他个人 他家庭走上不归路呢 他说是权力是春药 把它给俯视了 把它给诱惑了 那问题是你胡锦涛 也是也做过总书记的 为什么他没有这个什么 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呢 江泽民也是 江泽民他也没有把中国搞成 现在这么一泡狗屎啊 为什么呢 所以这是解释不通的啊 权力对每一个人都是春药 为什么单单对这个细胞子是春药的 其实啊 你自己想想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是土共中国 对毛泽东那个时代这么一路过来的关键性的东西 都没有一个必要的一个反思 这就是还是回到八十年代啊 八十年代就是真正中共的优秀的领导人 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比赵紫阳都优秀的多 为什么 因为胡耀邦那个时候 他也叫什么 就解放思想 平反昭雪 尤其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就是你观念要转变 整个国家民情知识要变 民情知识不变 观念不改变 思想不解放 你谁上来都没用 是吧 所以像习包子这种人 他脑瓜子里面全是装的一泡屎 是吧 就是那么一路过来的 最关键的命题 比如说这个三殿大饥荒的事情 你没有得到反思 比如文革的问题 稍微好一点 十年浩劫 文革的问题稍微好一点点 有好多事情没有得到反思 比如反忧的问题 没有得到反思吧 三殿大饥荒里面有得到反思吧 尤其是后来 就是八十年代以后 你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人 你把他打在阴沟里去了 是不是 你连历史上名字都不记 他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 胡耀邦赵紫阳是干嘛呢 名字都不知道 你说是不是 而共产党做的最对的 正二八斤有点人样子的 就这两个人 是吧 完了以后 你有六四 六四你杀了这么多人 这两天丁小平在那里 说六四杀人杀的好 是吧 那是个屠夫 个畜生呢 这些事情都没有得到反思 你六四是个大事吧 是不是 到今天为止 香港的黎智英老人家 还在为六四的人 还在为六四的事情坐牢 你说这个中国 你说 这个灾难呢 像坟土一样 把每一个人的脖子都埋住了 现在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是 这个泥土 坟土就埋在你的脖子上面 甚至把嘴巴都埋住了 只留到一个鼻孔 让你出气 是吧 你说这样的国家 你跟谁上来都不行 我跟您说 没有习近平 有什么李金平 没有李金平 有胡金平 我跟你说 习近平的出现 是整个中国 共产党这些年 对关键的历史问题 没有一个基本的反思 整个中国的民情 秩序没有变 所有的中国人都要遭罪 所以说这个不归录在这里 即使习近平的不归录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归录 也是中国这个国家的不归录 更是每个中国人的不归录 谢谢大家